前两天我看到有粉丝留言说 泡辣椒要怎么吃 要炒什么 我有一罐泡辣椒都已经 好厚的灰了 那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泡辣椒 这种小米泡辣椒 我要拿来炒刘蛙 刘蛙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要让它来切这个辣椒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好熟练啊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家吃姜啊 是不削皮的 因为人家说哈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 一样调和的话 那姜的皮 就吃了以后就不会上火 一点点 はい 我们开始打个血 一块 这是 挣 那么 来了 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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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姜蓉 姜汁戒乃 泡椒牛蛙 鸡肉 野生 是这种辣椒的? 这种辣椒的? 这种辣椒的辣椒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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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需要 几个月子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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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were surprised when you tell the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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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clean when i'm alive i don't think many people buy them they might get them cleaned i like the little pieces of garlic ginger sticks to the greens so i don't have to pick it out to eat it i actually didn't cook garlic all ginger but i like to cook with ginger i think about nicky and dallas anyway hope she's doing okay 她说的李克是之前和我们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女孩 我的女儿呢是94年出生的那个妮可是95年出生的 但是和我女儿比起来我就会发现 这个95年的妮可简直就是 连小孩子都不如 那种为人厨师完全不懂 所有的人情世故也完全不懂 就是你会觉得她的爸爸妈妈 就是像把她养猪业养大的其他的都没有教 只是把她喂饱了穿暖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教 以至于她在美国工作的这些年 去一个店不管是去到哪什么店 不管是在哪里工作 总是被炒犹豫的那一个 她不懂人情世故也不会说话 然后问问题都会像那种两三岁的小孩一样 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每次她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问她 你妈妈都没有教你吗 这么浅显的一些常识 你都不懂吗 她说她妈妈是列车员 然后一上班就是好多天 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去打麻将 打麻将的地方有很多的小孩子在外面玩 她从来不出去和那些小孩子一起玩 她都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她妈妈旁边 看着她妈妈打麻将 所以她也从来没有交过朋友 什么人情世故啊 什么礼让啊 什么都不懂 真的就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 她小时候生过一场病 打了很多激素 然后那个脸还有身材都是那种胖胖壮壮的 长得也不漂亮 所以呢对自己呢也是一点自信都没有 她其实是蛮聪明的一个小孩 如果小时候有教的话 应该是不至于这样的 但是现在呢已经习惯了 不管你再怎么有耐心 你也没办法把一个95年出生的孩子 当成一个15年出生的孩子来教 比方说她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啊 她说她太胖了要减肥 但是呢她又永远都改不掉她贪吃的毛病 还会偷偷地在房间里面藏那些巧克力什么的吃 她藏巧克力吃呢第一她是怕她说了要减肥 然后还在那边吃零食我会说她 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她是那种小孩子的心态 不愿意分享她的东西 我们当时为什么会住在一起呢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关了达拉斯的店 然后呢她跟我说她想要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 我就带她去了田南西国圣诞节 过完圣诞节回来 我们把她送到地里去的时候 那个老板娘就跟她说 让她现在就打包走不要她了 那我就只好把她带回去了 在这件事之前 她也有过一次被那个老板赶走了 然后没地方去 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在我们家接住几天 她那个时候也在我们家接住过几天 那也是一两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老板赶她走 就是因为受不了她 完全没有任何常识都不懂 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然后又偷懒 反正就是和她相处过的人 都会觉得她老子有问题 其实她老子没有任何问题 她就是没有接受过那样子的教育 我所知道的 她有被五个店赶走过的经历 都是因为她很不懂事 我知道的关于她最后的消息就是 她和我们住了几个月以后 就去了一家按摩店上班 后来跟这个按摩店的那个儿子搞在一起怀孕了 然后按摩店的老板一家人 包括她这个男的 统统都需要她把孩子打掉 打完了以后呢 一个星期都不到 就逼她去上班去赚钱 然后她跟我说的是 她在那边上班那么久 那家人也没有给她工资 那个男的还让她拿存款出来 买了一台车 只写了那个男的名字 她因为刚刚打完小孩 身体还有疼痛 就不愿意去上班 然后就被这一家人又给赶出去了 我当时劝她跟那个男的分了 她又不愿意 也是她第一次谈恋爱 也是她的人生的很多的第一次 把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 最后她跟这个男的吵吵唠唠呢 后来好像又是活的那个男人家里去了 但是她当时呢 是想把小孩生下来 身边在这边拿个身份的 但是她孩子打掉了以后 才跟我说 我也帮不上任何忙 她说的是 那一家人也不让她跟别人联系 也不让她跟别人打电话 她每次联系我都是偷偷的 我觉得她所有的悲剧 都是因为她妈妈没有教会她 最基本的生活常识 我仍知道 使得她不管到哪里 都不懂得怎么样和别人相处 也不懂得怎么样去谦让别人 就是那种很自私自利的 所以她和谁也相处不来 也没办法相处 而且就算你是为了她好 或者是你是真的是想要帮她的 你也帮不上忙 因为她也没办法去理解你的意思 她完全没有这一方面的认知 我们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家人 还是限制她的自由 不让她跟外界联系 所以也一直没有她什么消息 她在这之前的话 还是存了一些钱的 她说她存的钱都寄给她妈妈了 希望她在她妈妈那里的钱 是安全的吧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得到这个视频 或者是她妈妈能不能看到这个视频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女孩子 要是可以的话 尽快回国吧 不要在这边这样子被人家欺负 当免费的劳工 回去了以后 好好教她一些人情事故吧 教她一些生存指导吧 像这样一点事都不懂的小孩 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她的父母 会让她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赚钱 和这个小孩住了几个月 真的也让我很头大 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父母的错 我觉得做父母的不是说 你把她养大了就可以 真的该教的还是要教的 对于我们旁人来说 我教的太严厉了又不行 因为又不是我的什么人 比如说学英语这件事情 她跟我们住在一起几个月 她就没有出来跟大家聊过天 除了吃饭的时候 她都是躲在房间里面的 她自己跟我说要学英语 吃饭的时候 她也只是埋头苦干 我老公和小叔子 找她说话的时候 她又听不懂 听不懂呢 也不会用英语回一句 或者是听不懂 或者是请你再说一遍 她呢就会让我翻译 这样子要怎么学英语吗 我现在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也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或者所有的苦难 就是让她成长的一个过程吧 父母不教 就只能留个社会去教了